欢迎收看88经营会 我们来关系到今天是4月10号 原本现在国际间都在关注 就是北韩到今天会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但似乎在亚洲股市部分 今天是相对比较淡定一些 没有什么受到影响 而台北股市呢 今天一整天也是希望能够立手在红盘 只不过来关系到 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五盘的撮合时间 所以现在最后到底修盘是多少 我们大概等一下才能够知道 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 今天好多的族群都已经强势的表态了 所以面对一些强势表态的族群 会不会就是下一波的主流呢 后续要怎么来进行观察比较好 我们来请教专家 节目当中为您请到两位资深分析师 第一位是资深分析师王兴杰 兴杰你好 兴杰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五安 第二位则是李州投顾研究部的主管李燕伟 燕伟你好 兴杰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好先针对大盘来帮我们做个解析吧 兴杰 我想今天整个台股这边其实跟着国际股市 都一样做个反弹收容的动作 那我想谈到整个台股的部分 记得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 也跟投资朋友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叫做一个非经济艺术 我们可以看手板这边 我们帮投资朋友准备的 第一个我想不管是南北海的危机 或者在整个N7N H7N9的行流感疫情部分 这个都叫做我们俗称的非经济艺术 那如果就一个历史的经验来讲的话 来讲的话 非经济因素只会影响短线 但是不会改变一个台股的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所以我记得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 也跟投资朋友讲过的是说 之前前两次的美伊战争的例子来讲过 战争开打 整个利空出境 即使战争开打都是利空出境 何况你会发觉南北韩今天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事情发生 在疫情的部分也是一样 记得我们在昨天也拿了一张表格跟投资朋友谈过 就是说包含在SARS包含在之前的2008年的整个的前流感的疫情 濕腾的疫情第一个时间大概维持时间 顶多一个月前后附近 也就是半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 大概我们平均是做到一个月 那一个月的疫情结束之后怎么样 也是都以台股都是以利空出境 之后都是波段大涨的 所以针对这个疫情的部分 我想投资人所担心的 我必须提案出来说 你不用怕 直接告诉你不用怕 第二个我想谈到整个最近你会发觉 融资昨天再减15亿 那前天是减了20亿 昨天再减15亿 昨天减22亿 累计两天大概减了37亿 到目前为止 大盘融资余剩下多少 剩下1760亿 这边我们都帮投资人统计出来了 那如果导播这边愿意把大盘 搭配整个融资余额 只要融资余额 过去这长时间以来 来看了就很清楚看到 其实融资余额最近是在 过去的最近这三年的抵挡区 代表长期来讲筹码是安定的 那如果长期筹码是安定的 那这几天融资会大据 就是因为这边是停资的高峰期 上礼拜叫做停卷的高峰期 所以记得我们在上礼拜盘中 跟投资人联系的时候 跟星云联系的时候也讲过的 融券回补完提防短线高丸空 会有个沙多的出现 所以看到这礼拜一的沙盘 礼拜二的拉回 这个沙多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整个融资的停资高峰期 到今天结束 所以你会发觉 为什么国际股市也在做反弹 美国股市昨天在创新高 为什么台股今天 还是首小红奄奄一席 并奄奄的感觉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整个 停资的卖压到今天结束 我认为明天可能开始台股的融局就会 就有机会再做增加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之内 我们在昨天讲过 整个台股半年线这边 如果我们再搭配K线图来看的话 达布可以搭配K线图来看 半年线大概在7638到7640点这附近 如果国际股市 把我们昨天讲的 连港股连路股都是回到半年线支撑 那都可以止跌回补的情况之下 那台股我觉得这波顶多来到这边 应该都有机会反弹 而且未必一定碰得到 所以我觉得7700上下或7000以下 应该是短线的买点 但是上档因为碰到 我想这边也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把整个K线图放大 到最近这几天就很清楚 上面是不是有一条叫做季线的 季线的盖头反压 因为季线已经在礼拜一 跳空跌破季线的时候 已经走平下弯了 所以形成个反压 还有一个空方缺口的带量 的跳空缺口这边 是在7853点到7900多点这边 这边应该是短期的一个压力区 所以我把整个大盘 我认为短期间大盘指数 应该可能在半年线上下附近 我们抓大一点的区间是7600 小一点可能在7700这边 那压力可能如果小一点 是在7850基线这里 大一点可能就在整个缺口附近 也就是说如果小五的区间 可能是在7700到7850 短期的小五震荡 大一点区间可能是在 7600点到7950点的小五区间震荡 那既然这叫区间震荡 那重点来的选股请不要选市 好所以说现在一切都是选股不选市 确实是我们来关心到 最近在指数部分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接下来收盘的结果也出来了 整个台北股市只有小涨了 24点收在7752点 而在成交量能的部分 只有647亿元 而相对的我们来关心一下 在整个OTC贵买指数部分 涨得还比较多 涨幅来到了0.33% 今天追称贵买指数的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就是节能概念股了 其实我们来关心到节能概念股当中 不管是太阳能也好 LED也好 最近公布了三月份的营收 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那大家都在想 节能概念股会不会有一些转单的效应呢 老师怎么看 我想如果台大整个节能概念股这边 包含在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太阳能这边 但是我觉得说虽然太阳能的营收是不错 可是毕竟太阳能今年第一季要赚钱的几率还是比较小 所以这边我就比较不建议 投资在太阳能股票这边 过度短线做过度追加 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 那我觉得谈到LED的族群这边 第一个大家提到就是 如果南北韩万一真的开打 会不会有LED的转单的消费题材这边 我想待会我们都会有 请我们研究部的主管怎么样 燕尾这边跟投资做详细的说明 在我想目前所公布的LED的二月营收 我想昨天星云 主持人星云这边跟投资提到 其实大部分普遍的成长大概都有 月营收都是月增30%以上 甚至某档公司月营收 甚至高达74%以上 甚至在昨天所公布的异光 都有28 9%情况之下 在整个如果营收公布的情况之下 第一季的财报 因为未来这边就要公布第一季财报 整个LED的第一季财报 会不会OK 那LED的股票最近拉回 能不能再做介入的动作 以及其实市场上期待很久的 但是老是怎么样 没有来临的所谓的什么 LED照明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吗 什么时候会真的来临 真的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临 这个时候就要问一下 我们LED的一个专家了 其实我们来关心到 在台湾的一个照明的渗透率 竟然只有5个百分点 但是比较成熟的一些市场 像是欧美市场 有15%到20%的一个渗透率 今天先从这个比较 开发比较多的一些国家 像是欧洲来讲好了 因为欧洲的LED照明市场 最新的市况变化是如何呢 燕伟可不可以帮我们来做个解析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原则上这张图表就指的就是 2011年到2015年 在欧洲LED整个市场 预估这5年下来 平均的年成长率 复合成长率是49%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指他成长率的一个 平均的一个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个 各个区块颜色分别 标示出他不同的应用市场 那每一年下来 他的一个成长的状况 看一下这个浅绿色这一块 这是指的这个是建筑这一块 那建筑这一块就是指的是 你只要在走在街上 不管你住在家里面 你走到街上去看 你看得到那个建筑物 它有点灯的 现在不管是用那灯 投射灯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各种的这个照明灯具 只要是换成这个LED这个形式的话 大概他的一个应用的一个产值 就会是这样子 从这个去年大概20亿左右 一直成长到这个2015年的这个30亿 然后整个这个 这样子下来的话 你看各个区块都有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我们来看一下黄色这一块 黄色这一块是指的就是商业工业用 也就是说呢 你在这个商业用途 或者像我们在摄影棚这边 这个灯具呢 如果都是用投射的这个灯具 可以换成LED灯的话 那原则上整个一个成长的态势 也都相当的明显 这个看得出来 至少都有三五倍 这么几年下来都有三五倍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一块 蓝色这一块就是消费性电子 你不用看我 看你在手上拿的那个手机跟平板电脑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个就是指消费性的电子装置 从最早的这个冷音级射线管 就是我们LCD萤幕那个 提供照明用途的光源的那个设备开始 我们现在都慢慢换成所谓的LED灯泡的一个形式 那从这个几亿台一直到这个 以后会成长到大概两个 我刚刚提到的智慧型手机 还有这个平板电脑 两个加起来应用数量 我看至少以后都会上十亿支 上十亿支不是只有上十亿颗LED灯泡 LED灯力 你要想想看 那个面板上面有多少个画素 每一个画素 像以后要进化到的这个 OLED这一块的话 每一个画素都需要一个开关 你就可以想 每一片哦 五寸的每一片都是 都是L上百 好几百万片 那更何况是整个在平板电脑那边 那个寸数我就不敢想象 还有还有LED的荧幕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 颜色上就是指 蓝色浅蓝色这一块 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 从这个去年开始 整个一个增幅 几乎都是一个倍速成长的 一段子变大了 对倍速成长了 倍速成长了 倍速成长的一个态势 相当的明显 就是浅蓝色这一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紫色这一块 也就是说 除了这四块以外 你在你的生活周遭 看得到的 会量的那个东西 扣除掉这四大块的领域 其他的都是在这一块 紫色这一块的一个发展 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几乎都是用五成的一个速度 在成长 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在欧洲市场这个领域 它的成长的一个速度 是比较快 年平均复合成长率到五成 那你一定会问 那你为什么要讲欧洲 各位 欧洲我们印象当中都是 处于艺术文化美术 这个领域 这几个领域非常 可以说领先比较 其他全球世界各地区块 文艺复兴 这个名词大家耳熟能详 就是在欧洲发起的 还有女孩子 老公男朋友要求婚的时候 如果到欧洲去 我跟你讲成功率大增 还有结婚之后 蜜月 相信各位女性朋友 一定也都会讲 如果能够去欧洲 来个十日十二日 一定是最棒的 所以这个地区 因为它这个艺术美术领域的 这个发展比较早 那它这个 对于这个新产品的接触度 也比较高 那LED 特别LED灯 又可以让它有所谓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 像这个法国的李昂 它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灯光节 然后它就是要用 整个城市文化的一个呈现 搭配这个灯光的一个使用 有各种不同的氛围 让你不仅想要去那边看 你想要去 你还想要去了解一下 如果这样子的应用形式 可以到我家的话 不晓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LED灯也有彩色的吗 是的 LED灯它也可以搭配各种不同的 你是外面的灯罩也好 或者是你用各个不同的极限的灯泡去搭配也好 它也可以有彩色的一个效果 所以彩色加上这个可以 不仅可以有彩色效果之外 你还可以加 我上次跟大家提到过这个LEDs 就是这个智慧型的这个照明的一个装置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系统调控之下呢 看你要把某一些 比如说蓝色的光 红色的光 还有黄色的光 你想要打在什么样的区域 那你就可以整个综合下来 其实三种光如果打在一起 跟两种光 还有一种光自己独自发光的话 其实那个完全呈现出来的 这个光的一个照明的效果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会有所谓的气氛灯 情境灯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看看 欧洲的话 像他们在艺术的领域 就领先其他的一个市场区块 所以这个地区的一个LED灯泡应用盛行 其实就本来就走在前面 再加上他们的欧洲 高电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推升LED灶明 可以说渗透率达到将近两成 左右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以一颗这个 每天点灯八小时 点灯一个月的这个替代四十瓦 四十瓦就是现在你家里面 省电灯泡 或者是以前早就是 那白色灯泡那个灶明效果 这样的一颗LED灯泡 你每天点八小时 点一个月下来的话 你可以节省下来的电费是两美元左右 各位这是一颗 你家里总不会只点一颗吧 至少16颗的话 跟大家报告一下 可以省下来每个月可以省 900到1200台币 这是一家 如果是全台湾 全球 这样子下来的一个 省电的一个减零效益 是不是相当的明显 所以你看看 就欧洲这一块市场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关注 整个全球LED产业 去年是指LED 背光一个新生命的年份 那今年接下来 就要开始注意在这个LED照明这一块 所以我们如果要关注LED照明这一块 能不能够为全球整体的这个LED产业 带来一个强大 而且持续时间久 持续力 辅助力道强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态势 我们当然就要锁定在欧洲这块LED应用市场 那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 我刚刚提到 除了法国里昂之外 在德国法兰克福 他每年也都会有举办这个LED灯具的一个照明应用展 还有整个一个技术论坛 其实也都相当的一定的程度 起了一个示范性的效果 不仅是全球LED产业人士 都要去朝圣的地方 同时呢 也是值得密切注意观察应用趋势的一个好地点 好 刚刚呢 燕伟特别提到 为什么要先从欧洲这个区块跟投资人来做个解析呢 最主要的原因啊 我们先来讲啦 过去工业革命就先从欧洲开始啦 而且欧洲呢 这几年的环保意识 相对亚洲国家来说 是比较高一些些的 所以会从欧洲开始先来推广这个LED 结果啊 大家都在想啦 如果说现在欧洲的一个照明事站 慢慢的带起来的话 到底这个效益能够扩散多大呢 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带您来做个讨论 为何您的操盘软体总是今日翻红买进 明日却翻率重挫 或总是事后诸葛马后炮 却无法提前领先告知 总是随波逐流 却永远无法抓住逐流 华信金旺超盘软体 颠覆传统过时的玄故模组 融合人工智慧抓紧主流标的 一套会思考的全能软体 一套有生命的解决系统 超盘软体真正选择华信金旺超盘 渡播02-2392-3988 初夏的油童花正在飞舞 浪漫的雪花森林 魔幻的童话王国 西湖度假村 要您一起同乐 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华信头股邱老师 首年经济数据分析 挖掘一手产业资讯 洞悉国际股市联动 严选台股精选标的 是您投资路上的好帮手 咨询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 88路线竞赞 本车开往台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够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民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面说明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范玉华 蔡伟婷 李星云 杨一梅 陈舒贤 王志玉 财富的起点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定芭芭 每天发发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 每个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新闻 那用我们掌根呢 把我们后头部的两条筋把它拉起来 要把它揪起来这样 对 拿捏起来 从上到下 有时候头痛那个地方会很痛 对 就自我按摩嘛 我们给人家按摩之后 发现这两条肌肉是很重要的哦 对 我们做叫肚脉跟膀胱筋 这个野生的是人工的1.5到2倍 对 而且因为野生它是吸取日月的煎化 所以它还有其他的有机子啦 还有餐铁类啊 多糖体啊 腺肝包子等有机子这些的 微量元素比较多 成分比较多哈 所以效果是比较好 请锁定每周六 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已经先从整个欧洲市场 开始来做一个切入啊 大家都在想 如果说野后家里面的灯 全部都换成LED的话 哇 真的能够省非常多的电 只不过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啦 就是到底为什么LED灯泡 能够发出这么亮的一个亮度呢 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发出 这够亮的照明光通量呢 而且大家印象中的LED发光2GT 不是都是一小颗一小颗的吗 这样又怎么样会产生这么大的效应 也要请教一下燕伟了 好的 为大家说明一下 刚刚欣宇已经提到一个重点 大家印象当中可能还停留在那个 一小颗一小颗的LED 金粒 那个东西叫金粒 会发光的 那你又想说 原来你是不是真小的 你怎么用金粒在讲灯泡 各位啊 那个灯泡LED灯泡是用很多颗的金粒 把它组合在一起 然后每一颗金粒 大家一起发光 大家一起发挥团体的力量 所以才能让你看得到可以 我刚刚提到的可以取代 40瓦的这个照明亮度的一个灯泡 那所以群测群力的结果 就可以有达到一定的亮度 就是光通量 我上节目以来一直跟大家提到 也跟大家这个插播报告 就是说你在外面卖场 你买那个LED灯泡的时候 如果你在LED它的这个包装盒外面 有新式的这个标章说明的话 建议大家一定要密切看清楚 那个光通量这三个字下面标定的水准 原则上现在看起来 我们国内的厂商蛮蒸气的 就这个几个大品牌有贴牌出来 在这个卖场上面卖的 其实8瓦7瓦来讲 他们能够对应到的这个照明的光通量 大概都有850以上 也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报告 如果你家里面的客厅大概20几瓶的话 原则上就是超过至少要2500流米以上 可能就要大概两颗半三颗左右的LED灯泡 当然啦亮度是每个人的感知不同 也许你觉得够亮 有人觉得不够亮 那你就再多装一颗 那讲到这里呢 你会想到刚刚主持人提到问题 你燕尾好像还没回答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技术上的东西 一般都比较不了解 所以我们偶尔也要增进一下产业的知识 OK 这种精神我最喜欢的 你到时候跟其他投资朋友比 你知道为什么 你就会跟他们问 你知道L1灯泡是怎么在亮的吗 它一开始就这么亮了吗 各位L1灯泡的亮度 基本上是由你直接连通进去的电流的流量来决定 这个论点跟认知是没有错的 但是灯泡一旦点亮之后 它怎么样能够在你要的范围之内 你要的亮度之内去投射 就跟它的这个光学设计有关系的 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看一下这张图卡 蓝色的这一根 这个划定的这个范围呢 原则上就是所谓的一次光学设计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说 来了 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这个LED发光精力 把他们这个镶嵌 我刚刚提到过 不是只有一颗一粒的这个LED灯 精力在发光 是好多颗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它藉由这个形状的不同的设计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有点类似这个圆弧状的一个形状设计 在这个画色出来 这个边边角角对出来 这个范围之内 这两条蓝色范围之内 是为了缩小这个LED灯泡的一个 精力里面的发光的亮度 让它不要随随便便的 就往全部的方向都全部去发散 这样我跟你讲 它的亮度肯定会不够的 来 这是一次性的一个光学设计 目的呢 在于缩小角度 缩小什么角度 LED精力整个集合起来 七八颗 十几颗集合起来 这个照明的光线角度 第二个呢 我们看一下红色 二次光学 也就是呢 让照射的区域变大 光线能够分 对 不只说我要第一个阶段 我们先求它能一个集中的一次 第一次的一个照明的一个 出发的一个效果 第二次红色这个部分呢 我们又希望它不要只有局限在 这一个蓝色的范围 而能够持续达到 在这样子的一个红色的范围之内 二次光学的设计就是说 我要让它能够除了集中之外 我也能够到一定的角度 不然如果说 像上次我跟各位 我拿来现场 跟大家让大家看的那颗LED灯泡 如果你没有经过那样子设计 我敢跟你讲 各位还有印象吗 假设这个圆弧形的这个 是我当初拿过 拿过来让你们看到那颗外层 如果把它拿掉的话 各位 你会发现什么状况 那个LED灯泡 几乎就是你看不出来 它有啦 周围会亮 但是你看不出来 那是一颗灯泡该有的亮度 所以你说这个光学设计的 这个阶段重不重要 实在是很荣幸 我们台湾就有这样子的一家 很厉害的厂商 它就专门供这一块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看看 借由缩小角度再增加 最后你要决定最终的投射 一个照明效果的一个增加角度之后 你就会发现 整个一个LED灯泡经历的一个照明效果 它就显现出来了 就成为一颗一颗的LED灯泡 也才能带动说真正发挥到它能够取代 你现在家里面已经有的那些省电灯泡 还是灯泡等等照明效果 也才能够发挥节能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效应 所以说感觉起来 这个照明的效果真的是 也是经过层层的一个技术 只不过如果说照明的商机这么大的话 那么整个台湾LED产业里面 有没有相关供应链 这时候可以点指标股给我们来参考 我想如果谈到整个LED的这块 相信其实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 尤其宴尾跟在这边节目当中 跟投资者推荐一些标的 包含是这一波从整个低档 从去年11月中旬左右 台股从7050上来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相关的这些 个股的涨幅 因为很多投资者不晓得说 LED的族群 其实当大家可能 大家还在模糊的 模糊懂懂过程当中 其实它的涨幅都已经非常大 包含我们如果可以说 搭配导播这边来上一下 各股的一些K线的话都很清楚 2448金店 去年从整个低档40 涨到这一波的59.8元 涨幅高达50% 就是大概50%的涨幅 2393亿光 看到这一波也是一样 这一波从30块涨到49.5 也涨幅高达65% 直到今天才做个什么样 压回做个什么补跌的动作 然后东北2499的东北 做后侧封装的东北 这一波也是涨幅高达29% 然后再加上23061的燦源 这一波也有高达23%涨幅 甚至在3698龙达 甚至这一波也高达70几%涨幅 尤其在2月底3月初这一段 我们看到那个角度很躲的那一段 2月底3月初那一段 曾经在一个多礼拜时间 连续拉出5根涨停板 这个涨幅都是非常大 以及刚刚其实在 燕尾有跟投资部提到这一档 二次光学透镜的这一档股票 5230的雷迪克 这一波也从60几块涨到90几块 涨幅高达42% 甚至在我们昨天节目中有提到的 其实也许你看到部分LED族群 因为去年没有赚钱 它好像是看起来 投资部你没什么信心 因为它去年没有赚钱 所以让你觉得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仍然有一些 其实是在LED里面的产业的基优生里面 比方说627的同心店 去年股价从60几块上来 我们可以搭配K线就很清楚 涨到今年这一波130几块 涨幅高达一倍以上 那我们在这边竟然 燕尾也来到这边 那我来这边 我们也跟投资部 特别怎么样 我跟燕尾挖了一档股票 这个叫做隐藏性的私房股 给投资部跟投资部 要做个分享的动作 如果之前的同心店 可以这样子走多里面 大涨上去 我觉得这一档股票 LED的二次光学透镜研发 其实谜底 谜底大家都大概应该心里有数 这隐藏性的 一个所谓的隐藏性的 隐藏性的一档私房股 给投资部 三月营收月增高达73.84% 那为什么它的三月营收 可以高达月增量这么大 高达73.84%呢 看到这个 给我投资部 你会不会跟我一样 非常令我们值得期待 它第一季的财报 会不会第一季财报相当的亮眼 那为什么它第三月的营收 可以高达73.84% 我要跟投资部讲个小小的秘密 原本它这个二次光学的透镜 研发它是怎么样 大概全球的施炸率是高达45% 也等于是说 其实这个二次里面 全球有一半 几乎将近一半是它做的 可是 我说为什么它可以成长73.84% 今天不小心我从 晏伟的口袋里面 口中问出了一个东西 原来它现在的市占率 原本是全球是45% 听说现在可能甚至高达一半以上 甚至高达60几% 所以造成它的三月营收 大幅成长 那去年的EPS 我想我们刚才 大家其实投资很清楚 去年很多的LED的大厂 都没有赚钱 但是它去年的EPS 大概有4.5块左右 而且是属于高质率的概念股 如果去年赚4块多 我今年可以赚到7块钱 整个EPS的成长度 今年的大概获利成长 大概四到五成的情况之下 各位前面大家投资的话 你会发觉这是下一档的 627的同心电 那如果同心电 EPS大概8到10元左右 目前股价在130上下 本益比大概在13到15倍左右 那如果以这档股票 今年可以串到7块钱 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其实它的本益比稍微偏低 它是属于被低估的一档 LED的股票 尤其这个二次光学透镜的研发 可能又是在整个LED市场里面 是个寡占的市场 它并不是像上游一样 那些精力是属于杀户战场 所以为什么上游的 金电 燦源没有赚钱 单息一息 探结空息 而且这么赚 今年还可以大幅成长 那为什么过去这一段的上涨 其实涨幅就已经看起来好像很大 我觉得这是一个倍数之旅的 一个什么奇幻漂流的一个旅程 那利用这一次拉回的中段整理 投资朋友会发觉 越来越接近这条的季线了 那如果我们说在一个多头的股票里面 是股价越来越接近季线 反而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这一档股票 我觉得投资报 你可以好好的做个把握的动作 好 所以说其实在刚刚性结的部分 也特别帮我们点出了一档 在LED的概念股 到底是哪一档呢 其实大家都在想 只有我们锁定我们节目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做个关心 那感谢两位分析师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有关于我们节目的任何的内容 也请大家如果说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请上Facebook的88支援会 一起来做个关心咯 今天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我是李星云 有关于整个台北股市后续的 任何的一些看法 以及个股的动态 甚至是族群的变化 通通都在三立财经台 全部都有感兴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会 衢兰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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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兵-兽糖 Xinلام by bwd6